嗨 大家好 我是維新乳房外科醫院的 切醫切醫師 主要是在大腸乳房外科 跟乳房外科 今天呢 想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微創的痔瘡手術 那就是痔瘡的雷射消融手術 什麼是痔瘡的雷射消融手術呢 簡單的來說呢 以前傳統的手術 我們都是把痔瘡組織整個切除掉 那切除掉在大腸口呢 一定會造成傷口由外到內 這個傷口不管有沒有縫合術後 一到兩週內每一次大便 你撐開傷口的那一下 就會感到疼痛不舒服 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很多人不敢處理痔瘡 因為他們害怕這個術後的疼痛感 那目前呢 已經有比較新的儀器出現 那雷射消融呢 就是一個非常新的 我們創手術方式 這個方式呢 像這個圖一樣 我們的雷射光纖呢 非常的細 跟牙籤的粗細大小差不多 那在處理的過程中呢 在肛門口只會有 針孔大小的傷口 雷射光纖進到痔瘡的靈活下沉呢 去把裡面的血管從 收索器化掉 讓痔瘡萎縮 回到原本正常的肛門墊的厚薄度 那讓我們恢復正常的肛門口 但是並沒有痔瘡出血跟脫垂所造成的問題 大幅的減低疼痛感 可以讓痔瘡手術變得更加舒適 如果是做單純的痔瘡消融手術 術後基本上正常的生活作息都是可以正常的 搭配三餐的止痛藥以及軟便 那我們傷口的照顧也非常的簡單 在排便之後只要清水沖洗乾淨就好 溫水作癒也不太需要 因此讓整個痔瘡手術的術後照顧變得非常的輕鬆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做痔瘡消融手術呢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了 因為痔瘡消融手術比較適合做在痔瘡嚴重等級 第二到第三級出血或是脫垂為主的病人 這樣子的病人可能偶爾你會覺得 大完便之後肝門鼓鼓的 或是有東西跑到肝門口 需要用手把他推回去 或者是比較頻繁的大便或是出力大便之後 會發現有出血 目前這樣的狀況做痔瘡消融手術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千萬不要把痔瘡癢得非常大顆 大到已經到第四級脫垂在外面的程度 如果到這個程度的話 那手術勢必要選擇切除的方式 痛感就會更加的嚴重 因此在痔瘡第二到第三級的期間 提早就醫治療會得到更好的成果 以上就是簡單的對痔瘡消融手術的介紹 我是維新乳房外科的大腸族旁外科 以及乳房外科主治醫師謝依倩 我的門診時段呢 是在每周一早上 以及每周四的夜診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歡迎畫號的諮詢咯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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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